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整个发展变成是说要一起到下午的时候在军岳酒店来谈 甚至是包括了郭台铭要一起来会谈 是不是蓝白河的最后的谈判呢 传出说包括了行政的酒店的房间 还有包括准备了记者的休息室等等 说要包下来一路包到明天 那么今天是不是会有结果呢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英九还有这个侯友宜 是已经来到了一个定位已经坐下来了 这会议厅呢先前呢是说呢 因为稍早之前有其他人在租用的关系 所以当时就说要到4点40分之后才会释出 因此呢就是说希望在这个时间点呢 能够促成大家的会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马英九前总统 还有侯友宜以及这个朱立伦三个人是已经坐在这个会议桌上了 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柯文哲的现身 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一度在过去我们来回顾先前啊 差一点点这个蓝白的这个整合啊 好像一度几乎是要破局的情况之下为了这个民调的一个争议啊 不过呢这个当时是说不晓得要怎么样来比 所以呢是由这个马前总统他高呼一声这个令下 他呼吁说呢用这个叫做互比式的一个民调啊 来这个做这样的一个调查之后呢 最后才约了这个双方的专家来会谈 一度呢因为已经签下了所谓的六点的共同的声明 大家都觉得蓝白和是已经大事底定了 但没有想到后来呢 等到专家们坐上了这个谈判桌啊 来一起检视民调的数字的时候 发现呢为了这个民调如何来看 怎么样来这个谁得一点是有争议的 因此呢最后呢似乎又濒临破局了 那么在今天本来传出来的消息是说 双方已经约好了要在马办来见面啊 可是呢这后来呢突然一下峰回路转又变了 那么侯友怡他说一度是说 他会在马办一路的等待 这个客人折到最后一刻啊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希望从哪里开始啊 在哪里能够有一个结果 不过呢后来呢这个民众党方面是发出了声明稿 就是强调说呢 这个已经是要请了这个郭台铭来当统姑了 所以呢要约在这个军月酒店 大家一起来会谈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后来呢 侯友怡方面其实可以说是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 因为本来说是说好要在马办来会面 但是呢后来他们也觉得说应该是以守护价值为优先呢 因此呢还是决定说是退让到最后一步 连这个会谈的地点最后也决定要让 因此呢是由马前总统和侯友怡他们两个动身出发 来到这个会场 好今天蓝白盒到底会不会有结果 其实是这个全国的所有人都非常瞩目的一刻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来请教一下林维洲委员 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到对侯友来说真的是让到了最后一步啦 包括最后现在是连会谈的地点他也都让了 如今他们大家都已经坐在这个 最后的这个会议的一个现场了 你怎么看待怎么观察这场蓝白整合的最后谈判 我们还是要再强调嘛 就是说合起来的胜利 跟分开来选的那个胜利 我想大家就不用去想了 合起来当然胜率高嘛 那很多各自阵营都说情绪啦 有很多情绪啦 白盈蓝盈都有 被他这样羞辱我们自己战啦 赶快自己战 到最后拼气宝 我要问一个问题啦 拼气宝你那个能气多少 气到你可以想象说侯友宜不到15% 不到20%吗 柯文哲啊没想不到15% 他的政党支持度就在那里嘛 所以要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合起来的胜利是高的 那现在看到今天到四点半为止 我们还不放弃希望啦 希望以苍生为念 这说得这样好像大帽子 不过六成的这个民众 希望政党轮替 这不是假的 那不是假的 拜托 你们这两位啦 好好好为大家想啦 政党轮替才是最后大家的目标啦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